對醫學期間的addiction來看 喝酒可能會導致乾癌 胃癌 大腸癌 絕腸癌 甚至一般魚癌也有可能 不過說到攝取酒精 原來人類在暴雨類中 少數能夠消化酒精 將它轉化成為身體可使用能量的動物之一 當時人類第一個開始 能夠消化酒精基因的發變 在一千萬年前開始發生 當時人類還未開始和星星進行分隔 甚至有部分學者認為 古代的農業 小麥的種植就是為了酒精的養成 而進行 所以那一件酒對人類的影響 真的是上岸之一 能夠攝取能量 從酒精裡面攝取能量 為了人類帶來莫大的進化上的得益 我記得在網上問過不少網友 究竟一杯大啤 是568ml 究竟有多少卡路里 我猜不少人可能會拿起酒 或者拿起一個酒精 看看究竟有沒有營養標籤 但你們會發覺營養標籤就沒有了 成分是有的 水、大麥、玉米、啤酒花 酒精成分都有的 5%、6%有 偏偏就是沒有營養標籤 那為什麼沒有呢 原來在2004年的時候 食安中心在檢測食物營養標籤條例的時候 就說到 逢親飲品 酒精濃度超過1.2% 是可以減少人 當時說的原因是 擔心標籤 擔心標籤 擔心廠方不會做 我翻譯不到 其他廠商翻譯到的 但擔心啤酒廠商 紅酒廠商翻譯不到 所以就不需要他們貼這補 去到2011年的時候 繼續有權益 繼續追問 當時食安中心 沒有第二個藉口 就用了另一本的方法去說 就是說 我們跟國際關係去做 什麼是國際關係 原來 在1935年 美國的禁酒令刊 剛剛撤銷的時候 當時 美國設立了一個新的局 去管制酒精類的任務 當然那個局就不是FDA 不是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所以去到90年代的時候 營養標籤開始盛行 需要黏在食品上面的時候 酒精是不受監管的 當然 跟香港一樣 一直以來有不少關注健康 在提古相 酒精飲品上面 是有營養標籤的 不斷追打政府 見過 酒精廠商一樣在政府裏面 在議會裏面有他的碎黑 當時他們說法什麼呢 就是 擔心 那些人看到 啤酒和紅酒上面 有營養標籤 就不以為 啤酒是一樣有營養的東西 其實大家聽起來都覺得 有點荒謬的 大家都覺得沒有營養 但一樣都有營養標籤 不過剛才這個故事又告訴大家 政府 如果要不給你的 跟真普選一樣 不給你的 藉口是大量的 所以 自己酒精 自己計 如果大家上網 用Google 去找100 星的酒精 究竟有多少卡 一按就可以找到43卡 若果乘回大約是568 那你乘回5.600 你大概找到200多卡 若果 我不想靠Google 我想用原始數據計 那怎樣做呢 一克的酒精 就有9卡卡 順帶一提 一盒糖有多少卡 有4卡 一克酒精 大概是2倍有 相對應於卡 若果 我現在看到一杯 普通的大啤酒 568ml 那我怎樣大約 拿估算酒精 上面提供到的卡 是多少 你只需要把568 乘回那杯飲料的濃度 當著 一杯喝少許的啤酒 6%的酒精濃度 就568 乘以0.06 再乘回9卡 只剩下的數字 大概就是239卡 這只是在酒精裏提供的卡 未計其他能提供熱量的營養成分 所以 一杯大啤 大概是會有250卡 講到這裏 影片就完結 Cheese